各位委員 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還有媒體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扁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第一次的委員會議 習慧恩首先要對各位委員能夠在百忙之中 波榮參加 特別代表行政院來表達感謝之意 同時對於在召開扁市全體委員會議之前 由葉副召集員 王執行長及相關同仁 密集多次的舉行議題研討會議 及會前的協調會議 讓扁市會議多以成型 扁人也要表達肯定和加扁 海洋是萬物之母 孕育了無窮的生命 不但是人類文化的搖籃 更造劇了許多世界文明 由最早在愛琴海的希臘 到環繞地中海的西班牙 義大利 連大西洋的葡萄牙 荷蘭 英倫海峽的英國 到現在的美國 這些海洋歷史展現給我們的是 活潑積極進取 具創造性的開放文化 台灣在世界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現 便是以海洋國家被世界所認識 在1529年有一個條約叫做 札拉格札條約 這個是由教皇 就是羅馬教皇所頒布的 那這個條約是從東京133.23度畫過 那他畫過的地方剛好是在日本四國 一直畫到現在的新幾內亞 那這畫過之後 因為從日本四國到新幾內亞中間 很少島嶼 就是沒有什麼島嶼 所以如果有島嶼最接近的 是從日本到琉球到台灣到菲律賓 那這一條線就變成札拉格札的 一個比較實質上的一條線 就是等於說這個島嶼 太平良這個日本琉球這個島嶼 那變成實質的一條線 為什麼會有這個札拉格札條約 因為札拉格札條約叫1529 它的前面就是有一個 特德希拉斯條約 特德希拉斯條約在1494的時候 也是那時候的西班牙跟葡萄牙 兩個國家所簽訂的 就是在教皇之前簽訂下來 所以它事實上是這個特德希拉斯 把它繞過地球以後就這樣畫過來 所以畫過來以後 它事實上這條線就是 讓在大航海時代 讓西班牙跟葡萄牙有一個界線 等於說將地球花成兩半 各分一半 所以畫來以後 才有後來1624的 果然因為期待這個葡萄牙 所以來佔據台灣 但是西班牙也在1626 就是兩年後 一個1624一個1626 西班牙也來佔到台灣的北部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時候啊 事實上很早在這個15 就是16世紀的這個地 或者說17世紀的初 這個16世紀的初 就台灣就已經命令已經被人家決定了 所以那個台灣的很早就在這個世界的這個舞台上 那時候就這樣出現 所以在當這個荷蘭人跟西班牙人 一個佔北部一個佔南部之後 我們看他的指揮系統 北部的西班牙人 他是從淡水 淡水 他如果要跟母國聯絡 是淡水向東 就是淡水到瑪莉拉 然後瑪莉拉要向台灣的東邊 一直聯絡到墨西哥 那墨西哥再聯絡到 西班牙國的 這個 塞維亞 塞維亞 那 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 就是台灣已經在當時大航海時代 世界列強 割據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地球的一個縫合線 就是東西勢力的縫合線 由此可見 當時台灣在這個地理位置上是非常的重要 從17世紀開始 台灣以最有小島 責任致力於西太平良 卻佔留優越的地理位置 遠通流球 日本 夏蛤南梁 內印領域 成為國際海上活動的中繼站 葡萄牙連 西班牙連 日本連及後來的荷蘭連 以荷耀於台灣海峽的福建 海商與海盜 在東亞行程以台灣福建 和日本九州為核心的三邊貿易 例如 河南佔頸台灣期間 就是以台南安平 熱蘭做成為對外通商貿易的重要據點 它不僅將台灣的經濟發展 與世界聯繫起來 也開啟了以海洋為中心的台灣近代歷史 可以說當時台灣就是一個亞太運營中心 因為大家知道那時候的航海沒有像現在那麼發達 那安平港 所以經過台灣海峽或者說台灣附近的海域 它都一定船一定要到安平港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要來這邊繳稅 它如果沒有進來繳稅會怎麼樣 那就不平安 就不平安 所以在荷蘭的勢力範圍 或者說在鄭之龍 那時候鄭之龍這個勢力 那時候勢力整個東南亞他的勢力 像鄭成功的父親鄭之龍 他到過澳邊 到過巴達維亞 到過馬尼拉 他懂得葡萄牙語 懂得荷蘭語 所以當時台灣真的是 比現在更像是亞太運營中心 而長久以來大陸國家的思維 讓我們直接淡亂這一段 台灣與海洋的故事 兩三百年前我們早就是海洋之子 我們應該再次由海洋出發 追尋自我發展的道路 台灣是一個典型島嶼國家 缺乏豐富的礦產 但是在海洋資源方面 卻非常的豐富 我想大家也知道 清朝由日本的北方 一直來到台灣的東北角 東北的地方 彭佳嶼的地方 而停 黑潮由南方 經過台灣的東海岸 跟西海岸 主流跟支流 東海岸西海岸 然後再往北前進到日本 所以因為有黑潮跟清朝 在這邊有交會 尤其像台灣東北 都是非常好的漁場 也可見一類這樣 台灣的海洋資源 海洋生態是非常的豐富 也有非常豐富的漁業資源 如果能夠善加研究 與保護 將是國家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永續的財產 而在海上航運 海上航運也很自然成為 我們國家生成發展的命脈 台灣的存在 完全依賴海洋 而安全的威脅也來自海洋 與平衡海洋利用上的利益 增進其他國家的和諧 建立堅定前瞻的海洋政策 實為確保國家海洋權利的重要基石 習近平自受命組閣 到現在 就一再思索如何具體落實 陳總統綠色細島的國家宴檢 以及深耕台灣布局全球 經濟發展戰略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和挑戰 我們思考的是 如何利用台灣作為海洋國家 優越的地理位置 同時擁有開放的市場 及上中下有完整產業鏈的優勢 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來台灣投資 帶動台灣經濟 因此行政院在九十一年五月提出 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 規劃設置自由貿易港區 以及在台灣北中南建設海空連港 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 可以在此自由流通 並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轉運業務 使我國成為亞洲 全球應酬中心的重要據點 除了發展經濟之外 注重生態 與永續發展 也已經成為共識 為了保障佛羅莫沙這個美麗寶島 及周遭豐富的海洋資源 我們除了掌握知識化 永續化 公益化的世界潮流之外 更要在法治上 文化上 教育上積極提升 以建設台灣成為一個 完整的綠色系統 海洋事物多元廣泛 目前這個部會的主管範圍 均沒有辦法單獨涵蓋 為了熱實海洋立國的理念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已經明定設立海洋事務部 並完成組織規劃 在現階段立法工作 為完成前特別成立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將政府有關海洋事務的 行政資源予以整合 並加入民間的活力 建置成為一個跨部會 跨領域多面向 總體性的整合推動機制 使得國家海洋事務 能夠循序發展 進入達到一個 更爭理想的境界 習慧恩對行政院海洋事務 推動委員會的成立 有著最深切的起序 各位委員均為國內海洋 相關領域的教主 有學術界的權威 業界的領袖 以及實際致力 與推動海洋事務的 各機關所長 其辦 便會不僅是提供產官學 三個領域的教會平台 更希望能夠因此建立 積極且具體的互動機制 而激盪出對國家海洋發展的 建設性建議 以前瞻性大格級 新思維的宏觀視野 營造 環容 安全 生態的海洋發展 願景 未來海洋事務 破畫出長遠的發展藍圖 便會將規劃 組成海洋戰略組 海洋海域安全組 海洋資源組 海洋產業組 海洋文化組 海洋科研組等六個工作分組 預定六個月內完成近中遠程的 海洋事務政策規劃發展方案 希望各位委員能夠貢獻所協 集思廣益 共同將臺灣打造成為一個 人文的 創新的 生態的 科學的 及富足的海洋國家 謝謝大家 接著我們就按照我們的議程 來進行今天的會議 謝謝 謝謝 謝謝